香港電影《大亨周文懷先生》上月離世 立日產天家和集團為他舉行追思會 多位電影業人士及藝人都送上悼念花牌 下午2時,唐桂禮、成龍、黃晶、鄭丹瑞、彭浩祥等 陸續到場出席追思會 而周文懷子女周仲恆及周仲琦都有上台致詞悼念 唐桂禮導演接受訪問時表示 周文懷對她來說就好像殷屍一樣 我1991年加入家和拍《警察故事3》 《超級警察》的時間就是去周先生的辦公室 和他聊天,他和我學生給我機會拍《超級警察》 然後一直以來《超級警察》計劃《紅番區》 《簡單任務》 連續在家和做了四部 然後就有了機會學你發展 提睇你的恩師 是的,絕對是恩師 對我非常之好 都和阿成和大家一起回來 他有感嘆很多電影界的前輩都離開了大家 現在周文懷先生到最後一個走散了 其實都很感慨 香港電影圈引領我們香港電影界走去全世界 還有成為東方海里活的功臣都離開了 其實很遠足